大家好我是冷眼很高兴 大家来跟收听我的频道 我的频道就关于比特币 投资区块链数据相关的 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 那么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有的选择都滴几十九下用 顶一四维度莫非定律 你越害怕的事情越容易发生 关注冷眼让你不再害怕 那么收集合币作为一个 比较高风险的投资行业 进入这个行业结果报一夜 报复的思想 否则就会有万丈深渊 回顾一下我们今天的 一个旁边的一个分析 那么现在比特币的价格是在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 2020年11月9号 晚上的一个23点 那么目前比特币价格在 一个15,072美金的一个位置 那么昨天我们说到了一个比特币 呈现了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 那么昨天我们在这个位置 说到了比特币是呈现了一波的 一个反弹的一个趋势 反弹在这个位置 昨天我们是叫大家进行一个 多单的一个选择 然后挂一个空单 挂一个空单 事实上它是冲破了一个 到一个600多美金的一个位置 叫大家进行一个多单之后 然后进行挂一个空单 那么如果你按照昨天的一个 冷眼的一个判断的话 那么全部都是盈利的 昨天这一波的话 那么它最多是上行到了一个1万 上行到了一个 15,578美金的一个位置 也和冷眼的预期差不多 然后在那个位置进行做空 那么也可以吃到这一波的利润 利润对不对 那么昨天也是符合冷眼的一个判断了 对不对 符合冷眼的一个判断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到达一个位置 到了600之后 又进行了一波的一个下跌 昨天冷眼是在这个位置 对不对 在这个位置录的 在这个位置录了 然后叫他进行多单的一个选择 到达一个15,600美金 然后进行一个空单到一个15,200美金左右的水平 那么差不多也能够达到冷眼的一个预期 那么我们从中也是吃到几百美金的一个利润 利润 那么说要走了一个 在一个15,000多美金 5,300美金走了一个航盘 到了一个下午6点钟左右的时间 符合一度是呈现一波的一个多单 在这一波的话 我们是吃到这一波的一个利润了 在一波上场的同时 我们是在这个11,000 啊 11,000啊 11,115,150美金 在这个位置进行了一个多单的一个选择 在这个位置 刚刚好接到在这个位置 然后就进行了一波的空单 但是我们在这个15,500美金的位置 在这个位置就进行止盈了 上面这一段并没有吃到 随后我们进行一个观察 在止盈之后进行了一个观察 那么随后又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回调 非常迅猛 这一波的一个回调 直接是下跌到了一个15,000美金以下的一个水平 那么从两个小时线来看啊 我们回到我们现在有一个旁边的分析啊 那么 昨天大家如果按照冷眼的判断去操作的话 那他大概能够吃到两三波的一个利润了 说说今天的话啊 听从冷眼的一个安排啊 我们继续进行一个操作啊 那目前比特币价格在一个15,100美金左右的一个水平啊 我们再看一下这样的一个操作啊 能否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啊 那目前比特币价格是重新啊 昨天是出现了一个啊 比特币啊 那么这MCD线是出现了一个零角的一个情况 随后出现了一波的一个反弹啊 反弹啊 那目前又重新的归到了一个零角之下啊 零角之下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我们考虑一个做空啊 目前的话从两个小时线来看 他目前是呈现了一个空单的一个情况的 空单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准备啊 心理准备 呈现了一个空单啊 我们再看从四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那从四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他目前的话他依然是呈现了一个啊 下跌的一个信号啊 下跌的信号 我们从两个小时线来看啊 从两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他目前是呈现了一个啊 很明显的一个下跌的信号啊 下跌信号 这一波的话可能会击穿这个一万五千美金啊 甚至达到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 甚至会达到一个啊 从两个小时线来看 他会可能会啊 再次的一个啊 试探到一个一万四千六百美金啊 一万四千六百美金的一个水平啊 水平 明天的话可能会下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做好一个心理的准备啊 在这位置啊 在这位置一直下跌下来啊 触达这个一万四千六百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位置 那么他如果击穿这个位置的话 他也会回到这个啊 四个小时的线他会归归零周啊 那么两个小时现在现在归零周 那么如果啊 比特币来到一个一万四千六百美金 那么四个小时也会归零周啊 归零周 归零周他就会影响六个小时的一个判断啊 六个小时的一个判断 六个小时的判断的话 那么他 要达到一万四千美金的周 他才能够达到一个啊 六个小时线归零周啊 那目前的话 十二个小时线 依然是常见了一个上涨 但是出现了一个相交 然后均线出现了一个相交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个也是 十二小时也是出现了一个相交的一个情况啊 一个小幅度的一个刹跌的一个信号 说说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的话 我们依然是选择一个啊 保留一个空单的一个情况啊 依然是保留一个空单啊 空单 顺势而为啊 跟上这个空单的一个情况啊 依然是选择一个空单啊 还是比较安全的 如果你在这个一万五千一百四十 一个一个五一万五千一百美金的位置空啊 在这个位置空 到一个一万四千六百美金 大概有五百美金的距离啊 这一波的利润也是非常可观啊 如果比特币啊 没有啊 按照我们的方向进行一个选择啊 如果他进行继续进行一个突破到一个啊 一万五千四百美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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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进行一个观望啊 观望啊 观望啊 在这个位置对不对 我们可以选择观望 如果是反弹到这个位置 我们可以选择观望 但是目前来看就目前来看的话 他有可能会进行的一个啊 在目前的话进行一个反弹啊 从这个位置的话进行一波的一个反弹 反弹到这个位置啊 如果在一个一万五千四百美金以下的话 依然是考虑一个空单的一个选择 空单的一个选择 那目前比特币的话他呈现了一个他反弹之后啊 反弹到一个一万五千两百美金左右水平啊 在这个位置啊 他有可能会继续进行一个下行啊 下行 所以说这一波的话啊 我们啊 我们可以看得到啊 看到 在这个位置啊 可以看得到 他现在的话目前反弹的话 如果他没有超过这个一万五千两百八十美金的话 他依然是啊 出现一个回调啊 回调到一个一万四千六百美金的一个位置啊 说到这一波的话 还是考虑一个啊 空单的一个选择 从两个小时线来看的话 我们依然会选择一个空单的一个走势 从四个小时线来 依然是选择一个空单的一个走势 那么想两个小时线 他会影响四个小时的一个判断啊 那么主要是看两个小时的线啊 有没有找出一个完美的一个信号 如果他这个位置没有接触零轴 那么现在他已经准备快归零轴 只要他继续下跌就是归零轴了 如果他这个红色线马上进行一个降交的话 有可能进行一波的一个反弹 但是的话 反弹的力度不是很大 他反超的力度不是很大 从两个小时线来看 他反超的力度不是很大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要看他的下跌的一个趋势 他反啊 两个小时剩长的空间啊 也不是很大 不是很大 他下跌的空间比较大 他反弹一点点 反弹就是无稳速度 他反弹最多能够反弹15200美金左右的水平 然后进行下跌 如果他突破了这个15400美金的位置啊 那么我们可能要放弃这一波的一个空单的一个选择了 空单的一个选择 我们继续观察了在这个位置的话 说说这一波的话 我们可以更明显的看得到这一波的一个伤害啊 有可能会继续进行一个下跌的信号啊 说说我们要更上现在的一个脚步的话啊 只能跟随这个大盘进行一个走 不能啊 这也随意的进行一个操作的话 必然会进行一个亏损 说说这一波的话 我们还是更上这个节奏啊 在某些位置进行一个空单的一个选择 也可能是我们最好的一个选择啊 也能在我们这个位置做出一个盈利的一个选择 选择空单也只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啊 在一个15200美金主流的水平选择空单 都可以啊 下方有啊 500美金的一个利润啊 如果他上涨啊 反弹上涨一点 然后继续的进行一个空单 只要没有超过15400美金 都可以选择空单的一个选择 下方有几百美金的一个利润啊 相信我没有错啊 那么这一波的话啊 大概率大家都能吃到这一波利润了 好了我们等下啊 拭目以待啊 最后两个小时之后 我们见证奇迹的开始 好了我们今天内容先说到这里 大家没点关注点点关注点点关注 点点关注的话请点击小铃铛 我每次发消息的时候 都能第一时间能够收听到冷眼的节目 接下来大家点击标题的下方啊 添加冷眼注意微信加我们社群 好我们今天内容先到这里 我们明天见拜拜 在有点 least 真是非常的 Cottage 提 есте 最后的 Tam vin 应该快就能够收听到 还要证明